重庆市江津区 蜿蜒的笋西河畔 有一座古老的村庄 四河村 在四河村的村口 有一块被称为 清代打假公告的石碑 浸卖发水米碑 四河村曾是历史上有名的 传统商贸货物集散地 清光续年间 随着四河村米市的繁荣 一些商贩冻起了歪脑筋 在米中掺水已增加重量 这样的米不仅失去了原有的香味 放久了也容易发霉变质 掺杂石甲 唯利仕途的行为 不但损害了买家的利益 也重创了四河村的商贸生育 米市逐渐变得没落了 为了遏制这种不良的商业行为 当地官府制定了严格的造假处罚条例 并立下了这块 浸卖发水米碑 碑文记载了一些 不法商贩 制售劣质大米的方法 以此提醒来往客商 共同监督 任何人只要发现 制甲受甲者 可以立刻报送官府 不法商贩也将受到重罚 永远不得在此地经商 石碑树立之后 米市震动 四河村的商业秩序 很快得到了恢复 这块碑也成为了当地有名的商得碑 如今的四河村 虽然早已不再是热闹喧嚣的商贸之地 但许多百年老店 一直坚守着诚信经营的信条 古老的建筑和石碑记录着远去的斑驳岁月 也时刻提醒着四河村人 人无信不利 也无信不信的道理 诚信不仅是古村的商人们 在经营中世代延续的传统 也成为了四河村人 为人处事的重要行为准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